花莲县政府112年度的端午节生活物资发放 5月29号是来到了复理项玉里镇和卓西乡 由社会处长陈家富带领着县府相关同仁道场 来关心第一次采用生活物资券形式发送的作业 县政府112年度幸福花莲端午节生活物资 5月29号分别在复理项玉里镇卓西乡发放 由社会处长陈家富带领县府相关的同仁道场 关心首度采用生活物资券形式发送的作业 也预祝端午节安康 那物资券去买的地方就是三个地方 第一个全联 第二个统冠 第三个农会 那再来呢去这三个地方买东西不找零钱 南区第一站先是来到了富里乡老人馆来发放 长者们都很有秩序的坐在椅子上 并且听从现场的工作人员指挥一一排队领卷 换了一个方式 换了一个方式 换一下缝饭 也不要每天都扛着米 扛着油盐这些 所以这次给自己来购买 刚才相关的我们范江主持人 也跟各位宣导过了 哪些东西可以买 哪些东西不可以买 大部分都是可以买 就是少部分的部分 县福表示 口粮每个家庭实际所施的物资不同 也为了避免一次性领取的重量造成不变 这次以生活物资券行事让民众弹性依照需求来购物 另外县政府也提醒 没有在现场发放时间领取者 可在6月15号之前到户籍所在地的户政事务所来领取 预期没有领取不会补发 记者高双双 副理箱采访报道